咱们今天节目啊 来说说四川榜一大哥杀害女主播案 这案子怎么回事 其实一句话就能概括 榜一大哥感觉啊 自己被骗了 最近几年呢 这网络直播平台层出不穷的 不管男女老少有事没事啊 都愿意拿着手机刷刷短视频 看看直播 好多女孩子呀 长得漂亮 凭借着自己肤白貌美啊 身材高挑 开场直播总会有一些男同志们啊 这家伙就欲罢不能了 一会儿给刷个火箭 一会儿给刷个跑车的 不过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位女主播 可不是女孩子 咱们得跟她叫阿姨了 这人呢叫王和秋 55岁了 四川人 一直啊 就住在自己老家 在一个小山村里边 平时有事没事的就开开直播 原本呢没有直播平台的时候就喜欢唱歌跳舞 后来一看这直播平台这么热闹 听说不少人在这上面还能挣钱呢 哎 这不有了我发挥的空间了吗 在互联网上就弄了账号啊 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好看 直播之前呢 也会化化妆 但毕竟岁数大了 你再化 那也化不成小姑娘 但没关系呀 别忘了 现在科学技术多发达呀 AI都能换脸了 更别说那种滤镜啊 那种美颜呢 一开美颜 八十老奶奶都能给你弄成十八的小姑娘 水水灵灵的 所以咱也不知道啊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看这种直播平台上 所谓的美女主播 一关了美颜 不定长什么模样呢 有了这美颜 这王奶奶吧 王和秋啊 一开这直播 哎 这个年轻啊 这个漂亮啊 一开始呢 直播间也没人 后来做的时间长了 粉丝啊 越来越多 直播间呢 还挺热闹 正因为如此 他就经常会直播到大半夜 我原来呢 看过不少关于短视频运营的这种分析文章啊 其中人家就讲到了 像这种美女主播这个赛道 一般都是到了后半夜 人气才旺呢 王和秋反正也上了岁数了 叫也少 晚睡早起 也没什么关系 真是躺床上也不见得能睡着 王和秋家呢 其实除了他之外 还有他的前夫叫蔡有亮 您各位说了啊 都前夫了 怎么还在一个家呢呀 他们家住的呢 是那种农村自建的二层小楼 俩人之前呢 因为性格不合 经常吵架就离了婚了 但毕竟也有了孩子了 所以俩人算是离婚不离家 还住在一起 只不过蔡有亮住在一楼 王和秋呢 住在二楼 本来就不住在一屋 所以王和秋直播也不影响他 再加上蔡有亮啊 平时凌晨要送货 那谁都影响不着谁 这王和秋啊 还时时刻刻的 提防着自己的前夫呢 他怕前夫占便宜 王和秋在自己住的二楼 还另外装了一道防盗门 这就是跟蔡有亮叫板 二楼这是我的地盘 你别想进来 俩人反正一直就这么 井水不犯河水着 谁也不招惹谁 直到二零一九年这天 蔡有亮 凌晨又先送货去了 回来挺晚 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睡醒了呀 就已经是下午了 哎呦 该吃饭了 蔡有亮这人呢 还挺好 吃饭还惦记着前老伴呢 就出来在楼外边 喊前妻吃饭 哎 下来吃饭呢 哎 王和秋 吃饭了 下午了 没人呢 怎么也不搭理我呀 他是不是昨天直播的晚 睡得更晚呢 现在还没起呢呀 哎 王和秋 喊了半天 也没人答应的 我上楼去看看去吧 他呢 就打算上二楼 别忘了 二楼有防盗门呐 防盗门呐 得亏 他是铁的呀 那玩意敲着响啊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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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敲门音 恨不得邻居都惊动了 里边还是没人开门 哎呦 这怎么回事啊 别是出什么事了吧 别是生病了吧 这蔡有亮还真是心疼这老伴 赶紧找来梯子 用梯子爬到了二楼的窗户那 从窗户那进的屋子 一进屋 发现前妻王和秋 躺在地上 哎 头上还盖着被子呢 盖被子 就睡地上了 真生病 生病也不能睡地上啊 怎么回事 上去 把被子就打开了 一看自己这前妻啊 嘿 面目猙獰啊 已经没气了 吓得这老蔡啊 赶紧就报了警 警方呢 立刻赶到现场 到现场这么一看王和秋 不对 王和秋还穿着直播时候穿的衣服呢 脸上的妆也没泻 法医一进行尸检 王和秋不是自然死亡 也不是因病去世 而是被人勒死的 勒死他的凶器 在附近也找着了 据老蔡说呀 这屋子里边呢 还丢了东西了 王和秋的手机 还有王和秋的一个包 都没有了 剩下的东西倒是没丢 老蔡就回忆前一晚的情况 老蔡说 自己凌晨一点的时候 听到王和秋直播的声音了 后来两点出门拉货送货 等再回来 整个人累的都不行了 就睡觉了 一开始 警方啊 还是重点怀疑老蔡 因为毕竟老蔡 有着作案条件 也有着作案时间 走访的时候呢 周围邻居们也都跟警察说 他们这两口子 别看离了婚了 但吵架吵得挺凶的 每回吵架声音可大了 离婚以后 俩人感情也不好 但是在调查 蔡有亮的行踪吧 因为是拉货送货呀 有人证有物证 确实老蔡没有作案时间 因为经过法医尸检 这王和秋的死亡时间 应该是凌晨四点左右 那时候老蔡还没回来呢 老蔡呀 也为了洗脱自己身上的嫌疑 他呢 给警方提供了一条线索 他说呀 我觉得王和秋又有了人了 前一段时间 还出去约会过呢 警方一听 哦 那对方是谁呀 这我哪知道啊 反正有一回啊 有个男的 直接就找上门了 点名就要找王和秋 只不过王和秋当时也不在家 我也忙着别的事 我随便对付了几句 那男的就走了 后来王和秋回来 我还跟他说了这事了呢 这时候民警一听 王和秋是做直播的呀 那会不会是直播间里的这些粉丝呢 警方就调查了王和秋的这个直播账号 就发现在他死的前几天 王和秋多次在直播间跟一个网友对骂 说的那话可难听了 好些个其他粉丝啊 也都听到了 其中最长的一回 俩人对骂了得有三个多小时 谁也不嫌累的话 那死者肯定是跟这个网友有过节呀 要不不至于这么骂呀 但到底是什么过节呢 这可没人知道 警方啊 依然认定 这应该是熟人作案 警方现场勘察的时候 发现这二楼旁边有个小平房 从这小平房顶上 能直接来到王和秋房间的窗户那 从窗户那就能进入室内 应该是王和秋自己开的窗户 因为没有撬到的痕迹 如果这是小偷 死者王和秋会这么主动吗 看见坏人来了 来我给你开窗户 进来吧 想偷什么偷吧 再加上 死者屋子里面 没有明显的翻动痕迹呀 警方在这平房房顶上 勘察的时候 还发现了一个烟盒 于是警方决定 调查死者家附近的监控 看有没有拍下来可疑的画面 其中啊 就找到了一辆电动车 神经半夜的 那种四轮电动车 来这干嘛来呀 时间 地点 那都很有嫌疑呀 那顺着这辆电动车 能不能找到犯罪嫌疑人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警方啊 在查阅监控的时候 发现了一辆很有嫌疑的电动车 得亏啊 这是2019年了 路上的摄像头 那都是高清的 尽管天色很黑 但还是拍到司机正脸了 随后把这个司机的正脸照片 拿给老蔡一看 老蔡说 对对对 他就是那天找王和秋的人 我记得可清楚了 至此 这起案件 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确定人就好说了 现在又能确定人 又能确定车 那顺着查呗 顺藤摸瓜 看其他监控里 有没有出现这可疑车辆 最终这车呀 还真找着了 找着这车之后 司机去哪不知道了 但是 死者王和秋丢的手机和那个包 都在车里边呢 既然车能找着再找人 可就不难了 警方很快就锁定了一个男人 叫王全 事不宜迟 立即控制王全 被抓之后 王全也不抵赖 也不反抗 直接就交代了 他说我呀 是凶手 但我杀人是被逼无奈 我是走投无路 我 我恨死他了 王全说起来 俩人相识的过程 就是在网上认识的 他那刷着短视频 刷直播 刷着刷着 就刷进了王和秋的直播间了 一看王和秋 年轻 漂亮 说话吧 又不像其他小姑娘似的 那么矜持的 是吧 显得挺大方 大得方方的 可把这王全给吸引住了 有事没事的时候呢 这王和秋 还经常在直播间里边跳舞 甭管是长相 还是性格 都把王全啊 迷得五迷三道的 自己喜欢这个主播呀 所以呀 只要是王和秋直播 他是准时准点的 就进这直播间观看 时间一长了 为了吸引王和秋的注意 为了让王和秋啊 也说一句 感谢哥哥啊 就开始不断的刷礼物 还都是刷的那种金额特别大的 是不是就什么火箭啊 跑车呀 什么航空母舰之类的是吧 毕竟王和秋啊 他不是那种头部主播 粉丝说多不多 说少不少 真舍得花钱的 没那么多人 这王全不停的在那刷 刷了没多长时间 就刷成榜一大哥了 每回王全一进直播间 王和秋可热情了 哎呦 我的全哥哥你又来了 欢迎全哥哥 哎呀 王全就感觉太满足了 哎呦 太满足我的虚荣心了 哎呦 我这我这就成大哥了 每回王和秋也说两句甜话 这王全就忍不了了 不行 我还得给他刷 你看我 我花百十块钱 他就给我说句好话 我再花百十块钱 又给我说句好话 太过瘾了 那这王全有钱吗 他怎么这么多的 没用的零花钱呢 其实啊 王全不是有钱人 他不富裕 有一回 这王和秋下播 下播之后啊 给王全发了一个私信 就说想着 俩人私底下见一回面 当面感谢一下榜一大哥 对自己的支持 这让王全激动的都不行了 他想要见我 他想要对我做什么 我 我给不给他这个机会 我 我是不是也想对他做点什么 那 我们都想做点什么 那就 见面吧 好啊 立刻就答应了 商量来商量去 俩人决定 在王全的老家见面 这样呢 大家都挺方便 见面前一晚上 哎呀 这王全激动的 睡不着觉了呀 啊 我就要见我的女神了 漂亮的就跟白雪公主似的 哎呀 我这 我这 怎么这么激动呢 我明天见着他 他是不是会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我需不需要也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哎呀 明天我们是来个烛光晚餐 我要不要给他买树红色的玫瑰花 想的这个美呀 一分一秒苦熬苦等 总算等到第二天了 王全 刮胡子洗脸刷牙 把自己捣吃的这个干净利整啊 随后就赶到了约顶地点 不大一会儿 王和秋来了 王和秋一进来之后啊 王全也没认出来 哎呀 真是 怎么 我女神还不来呢 怎么这 这老阿姨是谁 这老阿姨 怎么还不走啊 这不耽误一会儿我跟女神的约会吗 这时候啊 哎 这老阿姨说话了 你是那谁谁谁吗 啊 我是啊 你怎么知道 你是 我女神他妈 我我我我我就王和秋啊 谁 王和秋 不是 直直播的 是是你啊 啊对呀对呀对呀 我天天我不还感谢 我的全哥哥那么 你 我 钱 都都给你花了 啊对呀对呀 所以我这要当面感谢你 不是 他他他他 大主 你直播间 不长这模样吧 那不是 有美颜呢 美 我 我 给这王拳气的呀 王拳本人四十三 一问王和秋 女士 哦不不 阿姨 我问你一下 今年 高寿啊 啊 我 五十四啊 哦 五十 你 你别跟我喊全哥哥了 我 我是你 全弟弟 我 我比你小 我才四十三 我 你骗我 我为你呀 我是清尽家财呀 我都充值给你刷火箭航空母舰了呀 我这 我是真不值啊 我呀 我还不如去看看那些宠物直播间的呀 好歹让人主子给人多买点好狗粮啊 但不得不说 这王和秋啊 也真有本事 一开始 这王拳挺气愤 但是这王和秋 嘴皮子那叫一个利索呀 这家伙师储浑身解数 嘿 重新又把王拳给迷住了 别看这回没有美颜没有滤镜了 让你看看老阿姨本尊的本来面目 但我有三寸不烂之车 就开始说自己的悲惨遭遇 反正就往那些邪乎上的说呗 把自己说的这个惨哪 既然我不能让王拳一看到我这美貌 先痴迷上我的相貌 那我就让你先同情我 你同情我之后 我会逐渐让你对我有好感的 后来这王拳 一听王和秋这么一说 比我还可怜呢呀 尊老爱幼 中华传统美德呀 我以为之前我那是爱幼 那没事 就当尊老了吧 人哪就是这样 再加上王和秋 其实长得也不是那么难看 就是上点岁数嘛 你再难看的人 你对着他脸 看上半个钟头啊 一眨不眨 也不觉得他难看了 一来二去 三言两语 俩人呢 和好如初 第一回见面之后 俩人又约了好几回呢 后来呀 竟然到了谈婚论嫁那一步了 王拳呢 没有老婆 虽然王和秋 比自己大了这么十来岁 但他会体贴人呢 会疼人呢 我也知足了 这么着 俩人在2018年的时候 在王拳的老家 举行了婚礼 王拳家呢 确实没钱 也没给彩礼 但是亲戚朋友都来了 礼金呢 差不多有小两万块钱 全家人都对王和秋 挺满意的 那这事不挺好吗 他的事是过日子吧 这礼金 照理说人都是冲着王拳的面子给的 但是啊 这钱都让王和秋 一个人保管着了 王拳也没说什么 无所谓 我之前刷的那些火箭 我都不止这些 但让他更郁闷的事情啊 还在后边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当时啊 这王拳跟王和秋结婚的礼金 全都进了王和秋那了 这倒也无所谓 可让他很郁闷的是 婚后俩人这甜蜜的婚姻生活 没过几天呢 这天呐 见王和秋在屋里收拾东西 我说 那那什么 和秋 大姐 收拾东西干嘛呀 你要去哪啊 啊 没什么 我要回老家 啊 你也没跟我说呀 那那那我也收拾收拾 我跟你一块回 你不用跟我一块回 我自己回 那你回老家 干什么去 家里边有什么事啊 是 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 你回 我 我去跟我前夫住一起去啊 我不回来了 哦 你跟你前夫住 你不 你跟谁住一起 你跟你前夫住一起去 咱俩刚结婚呢 哪怕他是前夫 那他毕竟是个男的呀 你嫁给我了 你怎么还能跟他住呢 这王全呢 就拦着王和秋 拦了好多回 也拦不住 哎呀 给这王和秋 也气够呛 你凭什么管着我呀 我嫁给你就得了呗 我都是你的人了 你还瞎担心什么呀 我得回去跟他住去 王全一听 这说的叫人话吗 你去找你前老伴住去了 我花的钱刷的火箭 我花钱办的婚礼 还那礼金也都在你这呢呀 人也跑了 我这人才两空啊 俩人就吵吧 要不说人王和秋聪明呢 一看王全这轴脾气上来了 又换了一套说辞 哎呀 我跟你说吧 我不是说心里还惦记着他 我要真惦记他 我为什么跟他离婚呢 是不是 我是为了回去啊 站住房子 我要不回去 挺好的房子 得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我们俩别看离婚了 但当时我俩商量好了 房子俩人一人一半 一楼是他的 二楼是我的 不能因为跟你结了婚了 把房子送给别人呢 王全听王和秋这么一解释 有理啊 嗯 我能理解啊 行 那你回去吧 等这王和秋走了 王全还想呢 我女神走了 我一个人在这也没意思 干脆我把老家房子给卖了 我跟他去四川生活去吧 我们俩呀 只要在一起 这就是想不完的福 我愿意从头再来 我们总归会再创辉煌 可是结婚之后没多久 不光是王和秋回四川老家这档子事 他还总是想着法的跟王全要钱 哎呀 王全也上筹啊 照理说 你干直播的 是我这榜一大哥变现了 对吧 你成功的把我拿下了 那不还有榜二榜三大哥呢 你怎么这么缺钱呢 一回两回还好 总这样 王全他这钱包他吃不消啊 这钱包心里边说了 我得罪谁了呀 我的职责就是装钱的 现在弄得成了 我这兜比脸还干净了 于是这王全就问这王和秋 你你你你 你挣挺多 你都花哪去了呀 但王和秋呢 每回就一句话 你别管 你 我我我我是不想 你不跟我要钱 我不管哪 你天天跟我要钱 我哪那些个呀 你只要不给我钱 咱就离婚 现在王和秋跟前夫住一起 王全一看 不行 别真让他那前老伴 又给他勾搭回去呀 一天一个电话 一天一个电话 生怕这媳妇跟人跑了 打来打去呀 突然这天打不通了 怎么呢 删了好友了 黑名单了 拉黑了 那打电话 他也不通啊 打视频 打不了了呀 哎 我是不是被骗了呀 想来想去 想了好几天 嗯 我应该是被骗了 于是直接来到了钱夫这儿 想着找个公道 结果王和秋不在家 这老蔡在家 三言两语 把这王全就打发了 王全呢 挺老实这么一人 本来想跟老蔡理论理论 结果看老蔡说话挺横 我 别理论了吧 我再让人给打了 那 走吧 但回去之后 越想越委屈呀 我是不顾一切 家也不要了 我把钱都砸他身上了 结了婚了 人找不着了 我为这么一个老女人 我值得吗 后来呀 打听来打听去 才知道 这王和秋 为什么花钱如流水呢 不是花的 是输的 他呀 赌博 赌博好些年了 一开始呢 小打小闹 三块五块 后来金额越来越大 不光把自己积蓄都花了 外边还借了高利贷 这些事啊 家里人都知道 同村的村民也都知道 甭管大伙怎么劝 就是借不了赌 这也是老蔡跟王和秋离婚最主要的原因 后来开始当上主播了 成了美女主播 但是这赌博还是没戒掉 为什么他当时约榜一大哥见面 就想着榜一大哥有钱 我靠上他吧 我让他给我还钱吧 结果 他哪知道啊 这王全 也没那些个钱呢 王全知道事情真相之后 气得呀 这回 你不是微信给我拉黑了吗 直播间你拉黑不了我吧 啊 到了直播间 跟这个王和秋 可就骂上了 当着其他粉丝的面 把王和秋的真面目就说出来了 同志们 朋友们 兄弟们 姐妹 啊 这直播间没姐妹啊 反正 我跟你们说 她不是美女 五十多了 我见过她 她还喜欢赌博 别被她骗了 这才有了后来 双方在这直播间 互骂的这个场景 俩人这难听话呀 说的多了去了 王全咽不下这口气呀 不行 人 我是不要了 但钱 我得要回来 但是这王和秋 就是耍无赖呀 无奈之下 这天深惊半夜 王全 来到了王和秋家 通过窗户进了屋 当面对质 逼着王和秋还钱 王和秋说了 你钱都是你心甘情愿给我的 这叫什么呀 这叫赠语 你别跟我说这学术名词 你不给我 我告你去 你还告我呢 真走法律程序 你一分钱也拿不着 这王全看着王和秋这副嘴脸 这还哪是当时我的女神呢 还哪是当时感谢全哥哥的那个美女呀 一时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声 眼睛往旁边的眉一看 有一根绳子 想都没想 抓过来绳子 直接套在王和秋脖子上 狠狠的就勒住了 玩了命的 在那勒着 说什么也不砸手 王和秋在那挣扎呀 但是王全已经丧失理智了 等他清醒过来之后 王和秋已经被勒死了 哎呀 我杀了人了 他害怕呀 我是恨他 但我没想杀他呀 我报警 不行 报警 我这命就没了 我跑吧 我 简单处理了一下现场 把被子盖在王和秋身上 开车落荒而逃 直到后来 警察找上门 把他顺利抓获 被抓之后 这王全哪 在审讯时候 还跟民警说呢 我委屈呀 我花那么多钱 我养一枚女主播 他那岁数 他都能当我妈了 我 别说当我妈啊 反正我姨妈 确实跟他岁数差不多大 第一回见面的时候 我够给他面子了吧 我也没多嫌弃他吧 我都愿意跟他结婚 结果他不珍惜我 他反而作践我的感情啊 据王全说呀 杀完人的时候 他想过轻声 我自杀 躲避法律惩罚 我死个干干净净 但最终一想 上吊 喘不上气来 难受 跳楼 摔得不好看 还疼 拿刀子抹脖子 那我更不敢了呀 我晕血呀 思来想去不敢死 但最终等待他的 还是最严酷的 法律惩处 这案子说完了 其实咱们来说说 这俩人呢 他都有问题呀 王全 问题挺大 看直播原本是 消遣娱乐吧 就家都不顾了 什么都不管了 灰金如土 给女主播打赏 如果没有最初的 色迷心窍 又何来后面 这么多事情呢 再来说 这王和秋 开个美颜 化个妆 在网上直播 成了大美女 为的就是挣钱 甚至可以说 为的就是骗钱 从赌博开始 再到网络直播骗人 可以说 王和秋 是自己 一步一步的 走上了这条绝路啊 今天呢 咱们说一个 1991年 发生在黑龙江大庆市的案件 1991年2月7号 阴历 腊月23 23堂官站 过小年 大庆市公安局 刑警大队的同志们 上班来都挺高兴 今天过小年 可别出什么事 咱们能按时下班 回家吃顿饺子 这话还没落完呢 电话铃定了 当浪的就响起来 里边说呀 让湖路区 发生了一起杀人案 大家伙一听 得了 包什么饺子 赶紧出发 大队长林国立 带着八九个人赶到现场 案发地呢 是一家综合石杂店 店主邹兰英 女 56岁 正在 活面蒸包子的时候 被人拿盾气 从后面击中头部身亡 店里的26条高档香烟 和200多块钱的现金 被拿走了 这凶手非常谨慎 现场找不到其他的痕迹 石杂店 很多朋友都有印象 就是以前的小卖部 哎 卖点什么香烟 啤酒 火腿肠 花生瓜子 不可牌的 这种店呢 很多只有一个窗口 哎 您去买东西 趴窗户跟里边聊 钱从窗口递进去 东西也还从这递出来 所以警方觉着 凶手和受害者呀 可能认识 才能顺利的进入到店里 杀死店主 除了对尸体 进行例行检查之外 警警队的同志们 马上对这个楼 前后左右 挨家挨户的走访 没两个人 包一栋楼 正忙活着呢 局里电话 传呼林大队长 说 郊区星龙牧场 又出了一起杀人案 林队赶紧把这儿布置了一番 又开上车 往郊区赶 星龙牧场的杀人案呢 相对简单一些 15天 半个月的时间 破了 破了那个案件 林大队长 又回到了这个案子当中 当时呢 已经查访了四千多户人家 大家伙每天呢 也就睡三四个小时的觉 但是始终没有找到像样的线索 一晃就到了五月份 1991年5月24号 萨尔图区又发生了凶杀案 新丰石杂店 50岁的女店主周慧之 在上午九点多中被杀 店里被劫走了一千多块钱的现金 警方一走访啊 有邻居说了 当时呢 曾经跑了一个人在那砸门 说大娘 开门 大娘 后边有人追我 这位邻居当时还伸头往外看了一眼 那个人呢 个头不高 顶多一米六 穿西服 长什么样 没看清 但是给人的感觉挺文静 这个人随后就进了屋 邻居 再也没有注意到这件事 警方认为啊 老太太当时正在给人拿烟倒水 被人从后面用钝器猛击脑部死亡 经过检验 打击后脑的凶器是方头锤 当时邻居没听见动静 那肯定是听不见啊 锤子砸脑袋 也就是扑这么一声 直到十多分钟之后 有人来买东西 在那砸窗户 砸半天 没人答应 身头往里看了一眼 这才发现 电竹已经遇害 勘察人员从现场提取到3K皮鞋印两枚 围绕这鞋印呢 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是始终没有找到凶手 一转眼 又两个月 7月26号 东风新村二丹园19号楼 又发生一起杀人案 被害人李兰英 49岁 也是开石杂电的 大概有几千块钱的现金 和若干条香烟被抢走 死者呢 是离婚 自己耽过 而女们对他丢失的物品 也说不详细 提供不出来线索 从现场提取到3K皮鞋印一枚 杀人的凶器和524案也一样 方头锤 走访邻居啊 也有人说 看见过一个小个子挺文静的青年来过这儿 您瞧瞧 这就叫人不可貌相 一个一米六挺文静的小青年 谁会想到他干这种事 所以在生活当中啊 一定得多一个心眼 坏人的脸上没印着字 有的长得就是人畜无害 您还别说大人 昨天我看了一个抢夺案件的纪录片 里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专门是抢包的 他呀 给自己配了一副平光眼镜 天天戴着 穿个白衬衣 他跟警察说 这样看起来呢 更像学生 被害人 不会对他有所提防 眼瞅着 这春运了 过年了 大家伙都回老家 路上啊 一定得多个心眼 别几句天聊的不错 拿谁都当娘家人 咱们说回来 案发地呀 又是十杂点 这回警方明白了 这个凶手专门抢这个地方 看来凶手已经掌握了十杂店的规律和特点 这地方啊 店主一般都是妇女 上班时间呢 要大都是一个人在家看店 专案组把侦查重点转向了发案区的十杂店 通过走访 不少店主反映 有这么一个小个子青年 长得白白净净 五官端端正正 说话客客气气 举止 温质彬彬 看上去 那绝对是一个似有青年呢 这个人呢 自称是工商局或者是税务局的 来检查烟酒的质量 查问高档烟酒的进货渠道 他说话很内行 没有人怀疑他的身份 你要问他会不会杀人 店主们都不相信 就他 慢说不会 就是真会 我一五十多岁的妇女 我都能打他俩 警方和工商税务部门联系之后 发现并没有这样一个人 而且上述部门还从来没有采取过这种方式 去检查十杂店 不用说了 这就是重大作案嫌疑人呢 专案组通过各个派出所在全市调查寻找 您这儿找着呀 他那儿还是不耽误干活 1991年9月2号 坐落在让湖路区的师范学校武丹园13号楼 有一个万里石杂店 28岁的店主万小丽 还有6岁的女儿 在这一天双双被杀 根据他丈夫反映 他被害前几天呢 曾经有一个体貌特征和公安人员提示相同的小青年来到他家检查 他们还招待他吃了顿饭呢 被害人的丈夫啊 曾经在辽宁待过 所以他跟警察说 这个小青年不是本地人 他带着辽宁口音 南方的朋友啊 可能分辨不出来 觉着北方人说话都一样 甚至您再难一点 他朋友啊 您是北京人说话 河北人说话 跟东三省人说话 他觉着全一样 而北方的朋友 可以很清楚的分辨出来 这是北方什么地方的口音 而东北的朋友 可以很清楚的分辨出来 你是东北哪个省的口音 这回被害人的丈夫就听出来了 这不是我们黑龙江的口音 它是辽宁的 接二连三 这已经是第四起杀人案了 警方真急眼了 市局召开各区分局长和刑警队长会议 宣布对四起杀人案并案侦查 依据如下 第一 案前都有这样一个体貌特征相同的青年 在案发地活动 第二 做案地都选择在楼房的一楼 第三 使用的钝器相同 第四 主要都是抢钱和香烟这两样东西 第五 五二四和七二六两个案件提取到的 足迹相同 当时大庆时采取了几个措施 首先 在全市一千多个食杂店 布置防范和抓捕力量 主要道路上的食杂店 有警察社福 第二 鉴于这个凶手很懂业务 警方啊 请全市的工商税务和物价部门协助调查 看能不能提供点线索 第三 在社会面上深入排查 在排查期间 萨尔图区和让湖路区 有几家食杂店向警方报告 说他们发现了这个小个子青年出来活动了 但是呢 在警方赶到现场的时候啊 都晚了 这个小青年早就没影了 过去从没有发过案的龙凤区啊 有七八家食杂店的店主反映 这个青年人来露过面 警方分析认为 这个凶手可能不是大庆人 也不住在这儿 作案之后 他就会离开本市 这个看法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 理由如下 第一 嫌疑人带有辽宁口音 第二 全市大排查 凶手不仅没躲没藏 反而更加频繁的活动 这都说明他不在大庆住 大家决定控制住大庆的所有公路和铁路出入口 在所有的农贸市场 还有副食商场这些地方也要设服 10月10号 在龙凤区市场设服的刑警队高研波 看到今天副食商场的人特别多 一闪身也挤进了人群当中 四处撒么没几下 他就觉着眼前一亮 有一个小个子 体貌特征和要抓的嫌疑犯非常像 他就装作不经意往那边挤 挤下挤过去 竹条的对症 小个子 一米六左右 丝丝纹纹的 怎么看怎么对得上 这时候呢 小个子似乎也感觉到什么了 拧身就要往外走 高研波赶紧迈两步把他拦住 哎 亮出工作证 我是警察 我要查看一下你的身份证 这小个子愣了一下 但是没显出多么惊慌害怕来 拿出身份证 递给高研波 这上面显示啊 他的家庭住址是辽宁省沈阳市 姓名叫王小新 这就更对了 嫌疑犯其中一条特征 就是略带辽宁口印 他赶紧说 把你的皮包打开我看一下 这回小个子感到紧张了 赶紧把这包夹紧 这皮包有什么好看的 越不让看 那就越是有问题啊 高研波坚持要看 那小个子突然就急了 蹦着高的喊 你有什么权利翻别人的皮包 警察不讲理 你这么一闹 有不少人就围上来了 高研波不想惊动的人太多 也怕这局面一旦混乱起来 给这小个子逃跑的机会 他就一抹脸儿 戴上了笑模样 同志 别生气 咱们俩进屋里谈吧 小个子不情不愿地 跟他向市场民警值班室走过去 快到门口的时候 小个子突然一转身 扭头就跑 后边的高研波 早就防着他呢 知道你不可能 老老实实地跟我进去 他出手非常的快 一把就把他给拽住了 借着惯性脚底下再加个绊子 一下就给他摁到地上 从腰上蹬出手铐 咔咔两下 靠了一个结结实实 把这小子拎进值班室 控制好 打开他的提包 高研波勒了 妥了 提包里赫赫然啊 装着一把方头锤 市局马上派车把小个子押回去 又从他身上搜出了几张住宿的票据 其中呢 有住萨尔图一家旅店的发票 有7月27号到哈市住旅店的发票 有9月2号去克山县的长途汽车票 后两张票据的日期 恰好可以说明这个人在案发当天就逃离了大庆 经过初步审查 这个人是来大庆做皮鞋生意的 在萨尔图区一家旅店包了一个房间 长期在这住 并且呢 还在这儿勾搭上一位外地的女青年 以谈恋爱为名还领过来同居 他的买卖很不景气 但花钱却很冲 几次发案 他都有作案时间 体貌特征也和嫌疑人完全相符 方头铁锤也和被害人的伤口完全相符 经过一夜的审讯 这小个子供认了全部罪行 他作案的过程啊 和警方分析出来的基本一致 问到他为什么杀人 他说他26岁了 是沈阳的铁路职工 好汉不挣有数的钱 为了发财 他这班也不上了 就做了一阵子小买卖 不但没挣着钱呢 还把本都给赔里边了 他家里有个继母 对他本来就不好 看这个情况你看干啥啥不行 更瞧不起他了 有事没事的就给他两句听 他人气吞声之鱼 还是四处打听发财的门路 听人说呀 这倒卖皮鞋挺挣钱 他就凑了一千块钱 从辽宁买点鞋 翻到了大庆 他在大庆呢 本来有一个叔叔 可听说他跟家里人闹翻了 也看不起他 不愿意留他在自己家里边住 皮鞋生意很不景气 今年二月他想回家过年 发现连车票钱都拿不出来了 这时候他下了决心 要作案 要抢劫 抢归抢 抢哪啊 哪钱多抢哪 不行啊 银行钱多 你怎么抢 拿把锤子去抢银行啊 拦路抢劫 也不行 就自己这个头 这身板 抡起锤子 不见得够得着人家脑袋 就算砸上了 这小戏胳膊 一下能把人砸倒吗 人扭过头来 再把自己给弄死 这冥思苦想当中 有一天 他在石杂店 看到一位自我介绍 是工商局人员的男人 店主不仅没向那人要证件 反而十分的恭敬 他这心里豁然开朗 善人终于有了妙计 从那天开始 他跑了不少的石杂店 发现店主都是妇女 而且家里边经常就是一个人 他就开始以工商人员的身份 到处检查 所到之处畅通无阻 没人要证件 包括那些 平时只开一个小窗口 卖东西的小店 他这么一介绍 都乖乖的把门打开 还得受款待 您抽烟 您喝水 磕点瓜子 吃两块糖 他从这个当中 找到了机会 酒瓶炸腹 抢到钱之后 他就开始挥霍 因知了北方实业公司经理 这个名片到处招摇撞骗 不久之后 结识了一名客山县的女代业青年 她是连吹带骗带砸钱吧 把她骗到了旅馆通局 今年的九月二号作案之后 她又到龙凤区 寻找下手的机会 一位食杂店的老太太 嘿 你说 人老成精吧 老太太不给她开门 跟她说呀 不是我不相信你 公安局不让开门 从这儿 她知道了 公安局正在追捕她 但是 历令至婚呢 她在心里边总想着 再干最后一回 最后一回找个富裕的 多整点钱 然后我就回老家了 再也不到大庆来了 你们上哪儿抓我呀 但是这最后一回 她再也干不成了